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梢霸少年 蜜蜂少女对邓阿辉类似的心动亚洲 还有明日之子等等 2016年演员已经成为了偶像养成年 但是这个本应吸引巨大受众的节目模式 却似乎没有起到想象中那么好的效果 究其原因或许还是在于精品不足 照发国外模式较多原创成分较弱 打击偶像养成类节目的名义 但是设立的门槛 提供了资源等 与一般选秀节目无益 这让等着发现新偶像的粉丝们 也是十分扎心 这一次 芒果娱乐携手优惑视频 将要推出一款宇宙首大偶像间接式 背铁综艺真人性节目超次元偶像 不仅有各种大劳资源加深 还将由何老师坐镇保持 大家都知道 何老师至于乐圈出了名的喜欢扶持新人 无论是综艺节目中 还是私底下都会告诉新人们 于某圈的讲话之道 生存法则 希望他们少走一些弯路 正是这个原因 有何老师在的节目就会带火一些新人 忘呆道对于何老师来说 几乎是一种定律 比如老司机呆道呆毛小仙女的组合 带火了可爱的王家尔 荷尔蒙全本无数 王家尔在综艺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还有本来是娱乐圈小透明的魏大师 出演了何老师的电影《处女座之子花财》之后 开始走进大家视线 之后的资源也是越来越好 多年来主持节目的经验 也是得太人卖光 人缘好 被他照顾过的新人 基本上都在娱乐圈 有了更好的发展 最安门可贵的是 何老师一直都是以一种陪伴的方式 见证新人的发展 用更包容的姿态 去允许新人的成长 用独属于何老师的温暖去接内更多的可能性 而这一次 何老师要将自己的造型能力发挥到淋漓尽致 在超次元偶像里 他将亲自打造偶像 让初出茅庐的新星们 完成新人到偶像的蜕变 来 现在开始画重点 这款号称丁富认知 重塑偶像的超次元偶像 究竟是什么样的节目呢 大家知道 传统的选秀的节目 主要是通过所有人拍选 大众评审 导师战队等方式 通过重重筛选 进击选出娱乐圈新星 这可以称之为选秀1.0时代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纯粹的素人选秀模式 对时下的90后 00后这一代 要离行受众群体来说 已很难再产生吸引力 更何况 选秀节目选出的新星 能否逐步发展 成为娱乐圈偶像 还是个很大的未知数 毕竟选秀舞台 不同于娱乐圈实战 无数怀扯偶像梦想的年轻人 貌似在节目中一夜成名 但却在娱乐圈 更为残酷的竞争中 与陆尔超次元偶像 则是往后推进了一步 不再是选秀 而是造星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真正的偶像养成雷节目 而且是进阶式的偶像养成雷节目 来来 啥小偶像养成呢 其实挺简单 有些类似于韩国的练习生制度 公司都会有一定的新秀储备 公司会针对新秀进行会定期的考核 表现出色的练习生 就可以得到资源 从而获取成为偶像的机会 举个例子吧 SNH48组合 就是一个偶像养成团体 其中据定一就是组合中发展的很好的例子 现在火到没朋友的PS toys也是类似 其所在的PS家族 就像是一个大大的偶像养成团体 每个成员都或多或少会参加一些活动 也有一定粉丝基础 而其中最出色的小三 智久成功正式出道 经受住了娱乐圈的重重考验 成为了大众追捧的偶像 虽然偶像养成模式造型成功的例子不少 但是要将偶像养成的全过程排成真人秀综艺难度还是颇大 比如节目周期长 花费成本高 制作困难 尤其是提供给新人好的资源更难 这也正是偶像养成为节目难出精品的原因 而这一次 超次元偶像 就是要打破常规 迎难而上 将这种全新的造型模式毫无保留的展现在大家面前 不再是默默无闻的素人海选 节目组将从各大影视公司 或者顶级艺人工作室中 精挑戏选出来是位最强新星 他们有的初出茅庐 有的以获得粉丝簇拥 但他们终将以同一个身份 也就是娱乐全新人站在超次元偶像的舞台上 在这个全新的舞台上 没有千篇一律的歌舞台一笔听 咱要的是全能偶像 不局限于演播听练习时 咱需要的是街地铁的偶像 想想当初王俊开放园还在街头演唱呢 没有导师战队 也没有大众评审 所有话语全通通交给市场 你决定你想要什么偶像 毕竟现在是粉丝经济时代 不仅需要样成偶像 更需要样成粉丝 这才是真正的放长线钓大鱼 少年们台上台下的序列 生活细节的呈现 会时刻点燃大家的兴趣点 同时形成话题 而粉丝们的持续关注 实际支持和大量互动 也就一步步实现了偶像的养成 毫不夸张的说 超次元偶像是一款 完全抛弃传统套路的 造星真人秀 所有资源都是真枪实弹 十位少年将通过残酷 而又真实的娱乐圈生存实战 来完成人使到钻石的蜕变 而我们看节目群众就如同七妈一般 看着自己喜欢的少年 一步步从新人发展成万众瞩目的 这种全程参与其中的感觉 岂不是美滋滋 话说回来 如此单纯不做作的偶像养成真人秀 可无欧类娱乐圈造星小男手 何老师简直是绝配啊 怪不得何老师从初期就开始参与超次元偶像的节目规划 同时还带来了自己积攒多年的大把资源 想想就敢讲这十位少年太幸福啊 更给力的是 除了何舅老师 咱还有另一位何老师助阵超次元偶像 就是咱们的实力演员何冰 之前也说了何舅老师是温暖风格的 而何冰老师则要走严厉路线 化身超次元教习培养偶像 这双何的搭配产生的化学反应应值得期待我 除了持久坐镇的何冰老师 何老师还会在超次元偶像 发动朋友圈思源 召集娱乐圈十位大咖 比如今天来到发布会的徐海桥 就是何老师发动朋友圈之意邀请过来的 而在本次发布会上 还有众多影视公司 工作室的大老资源出席加持 唐德影视总裁李花 非宝影视集团总裁穆小岁 特为护与CEO网克 向上影业创始人CEO萧菲 拉布娱乐副总裁陈佳琪 坎月娱乐总裁贾世凯 这将新和文化经济有限公司CEO动力 完美时代董事长马建文 这将东阳天幕影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杰 多美术与总裁杜献超以及海润 小马奔腾 此文影视的50家影视大拿 也将技术息共同 助推娱乐圈新人 这资源那是杠杠的 有了这些大老资源 少年们也将拥有竞技各大热门综艺 电视剧 大IP电影 时尚秀场等的机会 然而每一期只有一位少年 可以获得一份邀请孩 谁能拿到就看自己的本事了 当然啦 有双核引导 有好的资源还只是一方面 咱还得看看超次元偶像的制作呀 毕竟将偶像养成的群城真是有趣的还原 在大家面前难度是很大的 不过 小剑可以给大家打一记定心针了 完全没问题 还记得之前的现象集节目超级女生吗 其中出来的诸如李宇春 张亮莹等 至今在华语歌坛都有着重要地位 而曾经打造过这样一大开启造星1.0时代的造星鼻祖 芒果娱乐团队 这次又要操刀制作造星3.0时代的开创制作超次元偶像了 这实力还用说吗 更何况 芒果娱乐的总裁王鹏 副总裁王柯还曾创立天鱼传媒 这么说吧 张杰 魏晨 张翰 郑爽等年轻偶像 当初都是从天鱼传媒出来的 现在他们可都是娱乐圈中 霸占微博运搜的偶像 更值得一提的是 超女之幕也就是第一届超女的总导演王鹏加蒙了优酷 现在是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大优酷事业群高级副总裁 又他在其中把控 超次元偶像区有可能是新一代的现象及造型节目 而芒果娱乐自次新手有酷独家视频平台 充分证明了强强联手才是至少秘诀 走上春晚的西单女孩 楼的王妃 还有姨姨去小贫固红遍全球的筷子兄弟 这些都是从优酷平台走进公众视线的互联网草根 可以说 优酷本身的造型能力就不容小觑 何况还搭配了实力超强的内容制作团队 芒果娱乐呢 除了芒果娱乐和优酷的鼎立加盟外 整合营销专家艾德维轩也作为联合出品方 参与超次元偶像 以丰富的跨媒体营销传播经验 必须说明的 是 艾德维轩可是像众多顶级和高端品牌 诸如Cristiania Louis Vuitton Hermis Beverly Goofy Dolc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